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双下巴面相 有双下巴的人 财运非常的好 且为人善良 性情温顺 是个非常重感情之人 这面相的人在社会中绝对是德高望重型的一个人 他们对人都很热情 人际关系也很不错 双下巴的人的酷饱满能兜才 这面相的人到了晚年不仅运势很好 更重要的是子孙满堂 儿女孝顺 能想个安详的晚年 二 方下巴面相 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 为人干脆果断 有责任心 但脾气有点倔 且缺乏一定的浪漫情趣 尤其是下巴四方的女生 会有些缺少温柔 所以恋爱时找对象稍有麻烦 不过若遇到合适的 婚恋一般都能长久 在人际上棱角 过于分明之人 往往有些尖锐 会经常得罪人 所以虽然在事业上颇有冲劲 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 遇错后自救能力不强 所以很难东山再起 三 翘下巴面相 翘下巴的人财运会很不错 有句老话就是下巴兜兜 晚景无忧 意思就是说翘下巴的人晚年必定是享清福的 翘下巴的男人有很强的自我性 他们不管做什么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必定会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遇到什么都会坚持到底 且是个非常懂浪漫的一个人 总是会给另一半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此面相的人不仅财运好 感情也会很顺畅 四 下巴内凹面相 有些人的下巴是有点内凹型的 这样的人是个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的一个人 他们内心有着丰富的感情 生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 这面相的人性格虽温顺但是有很有韧劲 他们做事行动力非常的强 特别是很适合做幕后策划者 不过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下巴内凹的人不够阳刚 如果男人下巴内凹那么就会有一点懦弱的表现 不过这都是可以就这个改正克服的 五 圆下巴面相 圆下巴的人面相上看起来比较有福气 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 这类人温柔乐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 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 此类型的人男人对感情比较专一 事业也不错 是不错的婚姻对象 女性相信爱情 一般婚恋运也不错 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 所以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 六 肩下巴面相 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 命主一般都很机灵 有才华 有个性 但是为人多疑 虽事业不错 但感情却不利 既三心二意容易变心 也容易受伤 婚姻上最好持婚 以免早期不够成熟引起婚变 配偶亦选择阔下巴的人 性格互补 利于相处 同时 因为肩下巴的人缺少一定的福气 如果面相中其他五官长得不好的话 晚年孕将孕不好 所以要年轻时便提前预防 如果下巴不紧尖 而且还长 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 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 而下巴不紧尖锐 而且还歪斜的人 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 喜欢恩将仇报 与其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 七 宽下巴面相 宽下巴的人一般为人耿直 略微冲动 虽然执行力很强 但欠缺一定的心计 容易被人利用 若宽下巴又很有肉 此类人往往心地宽厚 为人良善 他们的晚运会很好 属于有福的类型 八 长下巴面相 一般下巴比较长的人都很顾家 尤其是在结婚之后 处处都会为家人着想 并且会为了家庭生活幸福 而付出很多努力 从而更好地稳固家庭关系 而且这种面相的人 健康运势也比较旺 很少会生病 甚至容易长寿 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善良 在生活中乐于助人 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帮助别人 而让自己吃亏 但善有善报 总是能够得到好运 能够收获更多福运 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 总是会有贵人相助 帮助自己化险为夷 九 风行下巴面相 风行下巴容易和方行下巴搞混 其实很容易分辨 风行下巴由于腮骨过于突出 造成下面宽上面相对较窄 这和方行下巴形成的国字脸差别 还是比较明显的 风行下巴其实就是腮骨过于突出 腮骨突出是好的 如果过于突出 对晚年也有帮助 但是对品行上却有一定的影响 腮骨过于突出的人 破坏性和秘密性都很强 十 肉下巴面相 这种下巴跟上面所说的双下巴有点相似 但区别之处就是肉下巴肉很多很肥肉 但不一定会成双层 这类型的下巴很有福气 晚运很好 十一 卸下巴面相 卸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向后缩 这种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心 个性也非常的不稳定 做事有时会比较的任性 缺乏耐心 而且思想容易走极端 做事有时候不考虑后果 容易半途而废 这种人理财能力和攒钱能力比较差 处事比较武断 感情不太顺利 像书中有云 下巴厚缩 家里没窝 晚年生活比较孤苦 男人长有些下巴大多缺乏自信 一生比较平庸 女人长有些下巴缺乏耐心 做事比较怠慢 婚姻不理想 十二 突出型下巴面相 这类型下巴的人一般比较感性 爱好文艺 很懂浪漫 是属于比较有情调受益性欢迎的类型 下巴突出右弯的人 自我性强 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手 十三 下巴露骨面相 下巴骨头突出的人 意志坚强 特别能吃苦 但是如果腮骨都露出来了 这种人往往报复性很强 对待伤害自己的人 往往很能下手 十四 刀子下巴面相 这种下巴又长又窄又薄 像一把刀子一样 属于晚运不好的下巴 晚景会很寂寞凄凉 十五 短下巴面相 这种也是不好的下巴 从侧面看几乎像没的一样 这种人往往重感情却任性 为人天机不懂 事故不够圆滑 也没有什么忍耐力 事业成功的几率不大 而且晚年大多孤寂 晚景凄凉 十六 下巴左歪面相 每个人的下巴都是微微向左 或者向右偏 这是正常的面相 但是有的人的下巴 就是幅度较大的向左偏 这样的面相人性格 会很执着于自己的观点 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 一意孤行 不撞南墙不回头 喜欢拥有多位异性 感情生活丰富 但一生积蓄不多 十七 下巴右歪面相 下巴左右偏 与脸部有一定的比例 以对面粗看 而不觉得偏为正常 如果明显看出下巴向右偏的人 这样面相的人做事武断 不能与人合作做事 行为比较霸道 并且会挑剔别人 而自己有做的不是很好 喜欢管人管闲事 身体呼吸器官会欠佳 追求异性会有所选择 并且善于使用手法 为人圆滑有辩解 十八 臀部下巴面相 臀部下巴表示下巴相臀部那样左右分半 下巴代表家庭 左右有分开的迹象 代表分家 离婚 有这种下巴的人容易离婚或感情容易出现障碍 有这种下巴的人应尽量晚婚或购置两套住宅不定期居住 有破解的可能 十九 下巴有致面相 下巴的致大多都是好致 在此长智者一生不愁吃喝穿 失业有成 但情感上却又往往不顺 婚姻一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